现在不同的人对于自己的另一半有不同的要求 近成都的一个高端相亲聚会上 富豪们高调寻找自己心仪的伴侣 而层层挑选出来亮女们也毫不掩饰 把自己的择偶标准数字化物质化 在成都高新区一个特别的相亲聚会正在进行 男士女兵清一色的着正装出席 和别的相亲聚会不同的是 来这里的男士身价资产都要求在500万以上 而女嘉宾们则是经过从身高年龄学历容貌等各方面严格筛选 并且经过敏感问题测谎一测试之后 最终选出的所谓美貌加学时兼备的高学历女性 来看看他们对男性的基本要求 大约是在要5000万以上 因为我觉得拥有一定的个人资产 这首先可以证明他一个个人的价值 还有一些证明他的能力 我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我希望对自己有所帮助吧 我能够带给他的 我值这么多 这位女嘉宾本科学历 学习的是波音主持专业 对自己的择偶要求 他十分的坦然 年龄我所接受的可能是在16岁到25岁之间 因为成熟的一个男人 我们不能够说他只有26岁嘛 而另一位女嘉宾身着一身旗袍 显得娇羞可人 但是对于自己的择偶标准 也是直言不讳 他坦言为了来参加这样的高端相亲聚会 找到自己心仪的另一半 不少女孩甚至去美容院做手术 让自己的五官更加完美 据有婚恋网站的调查显示 在部分求偶者的标准中 如今年龄选择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女性对男性年龄要求已经发展到 大初15到20岁可以接受 而男性对女性的年龄要求 在这个特殊的相亲聚会上 有男士表示女性小15到30岁都可以接受 有的男嘉宾对于女性嘉宾 对财富的要求这种观念和认识 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记得有句话说 人好喝水都甜 但是在如今不同的价值观冲击下 人们也选择用不同的形式 证明着自己的存在 都说婚姻就像穿鞋子 合不合脚自己心里最清楚 不管财富的多少条件的高低 不管是做出怎样的选择 日子就是真实的去相处 答案在每个人的心底 幸福与否甘甜辞之 在这样的相亲大会里 择偶标准被数字化物质化金钱化 居然还有了起步价 这婚姻并不是一杆秤 一边资产雄厚 另一边就一定是貌美如花 才能够达到永久平衡 这婚姻也不是商品 没有明码标价的 是啊 婚姻是一种长期的不求回报的 遵从内心的情感付出 财富并不是安全的保证 只有靠真情打斗对方 靠品德吸引对方 才能赢得真正的赖以托付终身的安全感 那才是让人羡慕一生的宝贵财富